如果你心脏不好,或者有防颤,你得到的第一个医学建议是不是就是,借咖啡? 几十年来,我们都深信咖啡因会加重心率失常。 但是,如果我告诉你,这个建议可能完全错了呢? 一项刚刚发表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《美国医学会》杂志上的重磅研究,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结论。 这项研究名叫DECOF试验消除咖啡因是否能避免防颤?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问卷,它是一个随机临床试验RCT。 研究人员找了200名本身就有防颤,并且爱喝咖啡的患者。 他们把患者随机分成两组,一组,完全戒掉咖啡因。 另一组,每天必须至少喝一杯含咖啡因的咖啡。 六个月后,结果出来了。 你猜怎么着? 那些每天坚持喝咖啡的患者,他们的防颤复发风险,比那些戒掉咖啡的人,竟然降低了39%。 研究人员,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Marcus博士解释说。 咖啡因有利尿作用,这可能有助于降低血压。 而且,咖啡中的其他成分,具有强大的抗炎特性。 更重要的是,喝咖啡的人身体活动量也增加了。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,反而对心脏节律产生了保护作用。 当然,我们不是说咖啡能治疗防颤。 但这项顶勘的临床试验证实,如果你有防颤,因为害怕而戒掉咖啡,不仅没必要,甚至可能错过了它带来的好处。 这个颠覆性的结论,你敢相信吗? 我渐少许多不仅有格 diffid论,还是 Narcut的有此, 此人需要广阶线慎激运, 因此准备. 请不思论然后,请不思论, 请不思论,请不思论自由或论等,